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 说到了中共今日的军事动态 生怕大家以为我们的国防部都没有掌握 因此他发布的是什么动态呢 是在29号表示 从早上陆续征获了中共的火箭军 还有陆军援火部队 在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等地 进行了多波次的射击 国军用了联合情间针的手段 有严密掌握 还甚至还说防空部队有高度警觉 并加强戒备 我请教一下丽将军 他所为的这些训练 到底解放军在做什么 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我们都有掌握 并且还有加强戒备了呢 难道是在针对台湾吗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国防部发布的时间 是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发布的 那这个大陆解放军 他们试试的时间是昨天上午 那为什么我们到晚上发布 那立刻就可以发布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政策到他在这个地方 实施原火火箭跟导弹的设计 其实原火火箭跟导弹是不一样的装备 原火火箭他等于说 合理来讲他是没有导引的 我们叫火箭 那若有导引的 我们国军称为飞弹 那大陆解放军他们称之为导弹 顾名思义嘛 这个导就是引导的意思 我就可以很精准的命中 那通常来讲的话导弹又分两种 一种叫巡异型的 就是贴在地面飞 等于说一架会在地上飞的飞机一样 它可以顺着地形转弯 然后干什么 另外一种叫弹道导弹 就打到外太空再返回地球的 这种叫弹道飞弹 有这两种 那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说明 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台湾 能够掌握到的话 只有一种装备可以有机会掌握到 就是新竹乐山雷达战的铺路爪雷达 那但是铺路爪雷达 你要抓到对方的这种导弹射击 就是他打到外太空的那种弹道高 那他打到一个高度之后 我们雷达才看得到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曲线的嘛 你这时候不可能沿着地平线 这样子看过去 那通常以前我们来讲 不花北韩射击 我们也会发现 可是北韩发现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升到半空中了 可能在空中已经 差不多一两公里以上高度 我们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 那这次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特别发布说 我们不但看到你导弹 我们还看到你的原火火箭 原火火箭来讲的话 他的飞行高度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铺路爪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甘肃这个地方射击 我们看得到 我抱了很大一个疑问 存疑 因为这是科学的问题 那看不到他怎么知道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时候发布 美军看得到 美军他有这个卫星或这些装备 他可以看得到 那就很代表 他国防部发布这个讯息就说 我们跟美国有情报的交换 这个意思 他是在跟解放军讲说 美国会提供给我们 你这方面的情报 我相信这个情报绝对不是我们自己 你说在沿海地区解放军的飞机 那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这种雷达看到 但是这则新闻很明显的 你看以前没有发布说是在甘肃地方 四射原火火箭我们掌握到 那为什么这次在晚上 昨天晚上半夜八点钟发布 就是说你解放军来讲的话 可能台湾现在来讲 跟大陆来讲 我们都知道处于一种兵凶战危 我们台湾一下子又要40万 这个民防任性 对不对 一下又说 蓝星德又说 我们没有什么要签和平协议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那解放军在这边做这个火箭带设计 那我们就告诉解放军说 我跟你讲 我虽然看不到你 可是我有后面有大哥会跟我讲 你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跟我讲 我觉得意义在这个地方 那大哥要当下马上要通知 不然的话我们隔了这么晚 人家早上都在做这件事 我们是晚上才发布 我们晚上才知道 对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有这个时差 可能就高层他们去解读 可是我特别要说明的就是说 这个援武火箭 事实上是对我们台湾威胁最大的 其实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倒不会担心东风21 东风17 或甚至于东风31 这些都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大杀器不会对我们 它要不然就是对第一岛链的美军 或者对美国的本土 那对台湾反而 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援武火箭 所以为什么国军特别讲说 我们这个应战不避战 讲这些话 因为对我们威胁最大 是这种东西 它在沿海地区 它射程可以到500公里 也就是它摆在沿海 直接可以打到我们的西海岸 所有目标 不管军事目标 雷达目标 或者是说我们弹药库 或者机场 它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对我们威胁最大 反而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种导弹 对我们威胁最大的 就是菲洛西来台的时候 打了那种短程弹道飞弹 叫做东风15 那种短程弹道飞弹 那这次来讲的话 那当解放军在这边演练 他也有针对台湾的意思 我在那边演给你看 对不对 这些武器 我本来就是针对你台湾的 那我前两天 我打的是针对美国 这次来讲 我打的是针对你台湾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台湾也当然要有所表示说 我们后面有大哥 我们大哥会跟我讲 你做什么坏事 要准备欺负我们 我们大哥都会告诉我们 我想说双方来讲 有这种意味较劲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这则新闻也蛮特殊的 以前没有发布这种新闻 对台史上最大笔的军援 来看看到底是多大的军援 5.67亿美元 大约折合台币 目前的汇率来算 179亿 那在这个里面 根据美国国防新闻说 美国官员有讲 这个安全援助 为训练库存反装甲武器 防空多预态势感知提供经费 而且品项还将包括无人机 这也是不对阵 不对称战略的一环 那么美国官员还透露 五角大家现在还在拟定 对台的第三批援助计划 所以计划在1月任期结束之前 这个拜登一定要完成它 换句话说 这个之后还有 那现在说是大手笔的一个军事援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 先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它是军事援助 它不是军售 那所以呢 你就要回到今年4月的时候 拜登跟国会要求的900亿 对于乌克兰 以色列 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援助 900亿美金呢 那900亿就是600亿给乌克兰 中间大概144亿给以色列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以色列的炮弹 到包括这一次把那个以色列 把真主党的领袖炸死的那些炮弹 2000磅的炮弹 都是在这个package里面的军事援助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来看 这印太印太包含什么呢 当然就从台湾到菲律宾 以及它的一些设施 现在知道5.7亿 900亿里面拿5.7亿 所以各位我觉得 大概到今年12月1月的时候 会再来一批 会再来一批 同时也会有新的军售项目 也不一定 因为过去几任的美国总统 从甚至柯林顿开始 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99年或者是小布希的07年 都有大幅的军售的项目 关键的军售项目 其实都在那边 有的时候是因为 他这个政府跟台湾在谈谈谈 谈的过程当中 到最后就好吧 一次给你了 对不对 然后也要最后的礼包嘛 现在感觉就是说 都是在任期结束之前 敢进度 对 最后的礼包 或者是最后的赎罪 对 不好意思 把你拖了那么久 然后呢 这个把你所要的 这个项目的东砍西砍 那因此呢 你看到很多 这个大型的项目 甚至像是爱国者 或者是一些这个F16 都是在最后一年 这样子提供的 那因此当然也 同时你不要忘记 他也是对他的背后的 军工复合体的一个交代嘛 因为一定跟他游说的 不是只有我们 其实更多次来自于 这些军工军火的这个厂商 那这一次呢 比较特殊的是 第一个 他是援助的项目 我刚刚讲 在900亿里面的 很小的一块部分 第二个 他都是不对称项目为主 尤其我看到 特别是训练 或者是网路程式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 你看他提到的 所谓的多余态势感知 那这些项目 我觉得其实 大概都是在补充 台湾这边所需要的 这些所谓的 不对称作战 不对称战略的 这些关键的这个项目 那可是因为 同时另外一方面 我们已经付了超过 200亿美元的军售的款项 到现在都还没有过来 那这当然也受到 就是他在军援 乌克兰跟以色列 做的这个排挤 所以这些没有 不受排挤的 不对称战略的 因为在乌克兰 还有不对称 但以色列还有不对称 那就给台湾了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